这个就是古墓里的防盗层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一川县长领村 在前面应该就有一座大墓 这就是风土堆的现状 能看到中间破坏非常严重 在我的左侧这个地方大家能看到吧 这里一堆石头啊 延绵的很全 这就是它的防盗层 后梁宣灵 它就是后梁的第一位皇帝 也就是朱温 朱温的宣灵会被破坏 不是现代人所为 而是后梁灭亡 后堂建立 后堂的第一位皇帝 叫做李存旭 他派人直接把这里就给捣毁了 所以在当时已经就算是一座荒种了 朱温他一开始想玩曹操那一套 邪天子以令诸侯 但是唐昭宗不太受控制 所以就把唐昭宗给杀了 立了唐昭宗的嫡次子 叫做李处为皇帝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唐爱帝 公元907年 我们熟悉的扇位又来了 李处把皇位扇让给了朱温 朱温就这样建立了后梁 这时的大唐基本就算亡了 不过李处没有死 他是被贬为了几阴王 在次年的2月 才被朱温给杀掉 这时候的唐朝算是彻底灭亡了